大家好,锅贴,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但是很多人还是做不好,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锅贴简单又好吃的做法,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咱们准备一块清洗干净的猪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肉质比较鲜嫩,吃起来的口感更好 先把猪肉改刀切成小一点的块,切好后放入绞肉机里面,给它绞成肉馅,也需要绞得太细带一点颗粒感最好 搅好后给它装入一个大碗中 接着往肉馅中加入一勺食盐,一勺鸡精,少许胡椒粉,再加入一点五香粉,一勺生抽,一勺蚝油 少许老抽上色,放上一些切好的葱花和姜末,把热油破在葱花上面激发出香味 加入食用油可以使肉馅更加的顺滑,而且不发柴 搅匀后再往里面打入一颗母鸡蛋,继续搅拌均匀 加入鸡蛋可以使肉馅更加的滑嫩 这样调出来的肉馅也可以拿来包饺子或者是包包子,都非常好吃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再准备一把清洗干净的韭菜控干水分将它切碎 全部切好后把它放到肉馅里面 放进去以后先不要搅拌,加一点点的香油 先用筷子把韭菜拌一拌,让香油锁住韭菜的切口 这样可以防止韭菜出水 然后再把韭菜和肉馅搅拌到一起 这样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 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钱的饺子皮 有时间的朋友可以自己做 下面我们就开始包锅贴 把调好的肉馅放在饺子皮上整理一下 然后在饺子皮的边缘抹上少许的清水 这样粘连性才更好 再给它对折过来用手捏紧实 做这个锅贴其实比包饺子还简单 基本一看就能学会 最后看一下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先将它放在盘子里面 接下来在小碗中加入一勺面粉 再用同样的勺子加入两勺食用油 再加入十勺的清水 这一步非常的重要 这个面粉水切记不能太稠 用勺子把里面的面粉搅拌至没有颗粒 最后看一下 调成这种比较稀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一个平底锅 用小刷子刷上一层食用油 然后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摆放进来 煎锅贴最好是用平底锅来操作 这样煎的时候不容易粘锅 全部下锅后开小火慢慢地煎 把底部煎至成像这样金黄酥脆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我们调好的面粉水 倒的时候从缝隙处倒进去 水的量刚刚没过生非的一半就可以 然后盖上盖子 转小火煎至三到四分钟左右 好了时间到 打开盖子 这个时候水已经不多了 我们可以晃动一下锅 把锅中的水分烤干 锅中的水烤干后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在上面扣上一个盘子把它翻过来 可以看一下底部焦黄焦黄的 看起来就很好吃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韭菜肉锅贴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锅贴吃起来 外皮焦香酥脆 里面的肉馅鲜嫩多汁 不腥不柴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